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 我们该怎么信任你 我这么浓眉大眼玉树临风 一看就是手心靠谱的人 还用怀疑我的人品 这么不要脸 应该没什么坏心思 看上去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没那骗我们的智商 对 你们说那么大事 我都听见了 行吧 我们答应和你合作 不过 您想怎么合作 很简单 第一 第二 第三学院 最厉害的也就是那四五个人 到时候我们一起出手 灭掉那叫天娇级客 这是通讯服录 我们随时联络 你们想干什么 第五学院的拉姐 我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们是第二学院的大爷 赶紧给我在这磕一个头 神哥 救命 我走 你敢偷袭我们 你弯了 我走 你敢偷袭我们 你弯了 我拽 我拽 我呢 爽啊 你在干什么 打了两个 来了一窝 是我们的人 我也就他 小子 投降吧 一个人打不过我们 我确实打不过 但是想让我投降 没门 这是什么 这小子想干什么 这是我家的机械堡垒 我就问 你们怕不怕 怕你大爷 一个铁球而已 吓我谁呢 废那么多话干嘛 嘎了他 机械堡垒 给我开 塞我 什么 你是灵强 这不能怪我 我问过你们怕不怕了 蜀师姐 刘师姐 你们这是去哪儿 赵日天 杨霸氏 刘展仙三位师兄召集大家 要一起对抗其他寺院 我们一起去吧 三位师兄修为高深 可以带领我们获胜 去吗 我更倾向于单独行动 去看看 院长说过 此次晋级赛 大家首先要团结对外 二十个人来了一多半了 剩下的再不来 不必等了 给过他们机会 既然不把握 是那些人的损失 三位师兄 还有我们 带带我们 看来基本所有人都到齐了 他怎么来了 你们为何把陈导也带来了 三位师兄 陈导不能带吗 这里没有他的位置 我们其实和陈导不熟 你和那三位有仇 没见过面 有个锤子仇 陈导 这里所有人都能留下 唯独你不可以 为何 我们不能告诉你 但你心里应该有数 有傻缺针对我 放肆 你敢骂大皇子傻缺 原来是大皇子 这三位师兄不太聪明的样子 陈导 你和大皇子怎么会有过节 说来话长 以后再告诉你们 陈导 院长说过 我们要先一掷对外 我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求我们 我并不稀罕留下来 给你机会不中用 既然如此 楚运 刘蕊 你们乃是宗门佼佼者 过来和我们一起 让陈导 独自离去吧 抱歉 我并不稀罕留下来 我也不稀罕留下来 什么 你们竟然如此做 你们可想好了 离开我们 九死一生 想得明明白白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莫要自悟 走吧 放肆 当我三大天骄不存在 给我站住 陈导 竟然分裂大家 我现在就毙了你 这货是不是脑子有大病 我分裂大家 这三个闭关时间太长 脑袋长袖了 什么 周日天师兄被一箭斩飞出去了 怎么回事 你见我很厉害 没事 我轻敌了 我这就使出全力 毙了他 不可 现在人太多 出去后院长快怪罪 等着我机会再出手 陈导 你跪下认错 我放你离去 哈哈哈哈 蠢货 你说什么 搞东西 脑脑子 大蠢驴 形容的 就是你们三个货色 啊 陈导这么勇吗 敢当众羞辱三位师兄 陈导近来表现极好 但终究还是新人 他怎么敢啊 敢骂我们 此次当千头万剐 陈导 骂得爽 爽是爽了 但这三人修为确实很高 我们恐怕要一场恶战 谁说要和他们打了 那要 先离开这儿 院长说了 先不要内战 他们竟然跑了 成口舌之勇 先不用管他们 陈导早晚要死 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第一学院